来咯来咯,小鱼今天带大家磕的CP有点特殊,最近在追雪迷宫这部剧,好奇怪啊,黄锦鱼和王子齐两个人在一起怎么回事,越看越有CP感,每个人看剧都有自己的点,我的点就很简单,就是黄锦鱼,也是被黄锦鱼和王子齐在宣发的一些片段吸引过来的,当黄锦鱼遇上王子齐,简简单单一个凑近的镜头,氛围感直接拉满了,一下子就懂了那句别人绞尽脑之下, 想要的画面感,在天赋型选手面前不值一提,猛然惊觉黄锦鱼在娱乐圈出走半生,到头发现还是来时路最好走,尤其是这张电视剧还没开播时,就流出的神图,黄锦鱼载着王子齐,特像东北小老板,带着她的南方小媳妇儿,那群看闻的,仅凭一张图,闻着味就来了,网友蜡瓶,所以为什么叫她金鱼,是因为她生来就该待在海里啊,那日留给黄锦鱼的兵种虽然不多了,但留给她的海域还很大,黄锦鱼在近期的采访 中还回应了和王子齐出街,好像操汉拐了书身这个说法,黄锦鱼说,哪有的事,她只是戏里有个眼镜,显得文质彬彬,她本人文质嘛,彬彬嘛,她还文质彬彬,话说到一半又开始极限挽回友谊,又说,戴上眼镜,穿上这个衣服,挺书身的,挺文质彬彬的,演戏特别认真,人的性格挺非常好,哈哈哈哈,黄锦鱼,子齐啊,哥知道错了,哥前面说的都是假的,后后面才是哥的真心话,哦,这个喷不了,这个是真的, 老天爷赏海下,看到黄锦鱼和王子齐在雪迷宫中的片段,发现黄锦鱼只有身边站的是男人的时候才是最帅的,不知道有多少集美能get到东北版破云这句话的含金量,黄锦鱼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发现还是第一条路最好走,黄锦鱼你命里有难的,每对CP我都磕过,更恐怖的是都特别好磕,黄锦鱼在当兵和下海里,选择了在海里当兵,因为黄锦鱼,王子齐成功从人妇赛道闯进人妻赛道,万万没想到, 但是在路远现场,王子齐居然还准备回应人妻赛道这个话题,站在一旁的黄锦鱼立刻制止,我们是一个非常正的悬疑行真剧,哈哈,不得不说黄锦鱼反应够快,粉丝在台下随便说说就行,天真的王子齐还真给回应了,得亏黄锦鱼情商高,笑不活了,迷失在网友们评论中,而且每一条都有一种深深的认同感,有粉丝模仿黄锦鱼写的这段对话也很有趣,黄锦鱼,老子刚出道,没地位,只能演演青春剧, 给你们这些学生小姑娘一顿磕啊,这么些年哥也是混出头了,可以演演证据,没想到你们这群别独自长大了,受众还是你们,哈哈哈哈,感觉黄锦鱼和女神搭戏,就有一种直男不懂分情的感觉,但是一和男神搭戏,那个感觉就出来了,感觉满眼睛都是想着怎么征服对方,就是这种说不上来的奇妙感觉, 黄锦鱼的魅力就在于他明明超级帅,但是他从来都不耍帅,突然醒悟了,黄锦鱼就是最少见的那种inigma体质,任何属性的男的在他面前都能柔软下去的那种,真的,满机性别属性啊,但是别光顾这颗CP了,剧也真的是一波好剧,这部剧以突发毒品危机为背景,讲述了东北哈兰市临时组建的警队,为维护社会正义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年轻的刑警们不仅要面对凶狠的贩毒集团, 更要面对情感与法律的纷争,正义与人性的考验,他们勇往直前,铸就了一段90年代东北刑警特有的传奇故事,雪迷宫的剧集犹如一股暖流,悄然涌入观众的心田,不仅点燃了岁末年初的官剧热情,更以其独特的魅力,在影视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正义,勇气与人性深度探讨的风暴,这部剧的横空出世,不仅标志着行真题材剧集的又一次飞跃,更以其精良的制作,深刻的剧情,以及演员们精湛的眼睛, 赢得了业内外的一致好评,成为年度不可多得的佳作,提及行真剧,近年来似乎总绕不开一个名字,黄瑾瑜,这位以硬朗形象著称的青年演员,仿佛天生就与警察,军人等角色有着不解之缘,从特种兵,到消防员,再到如今的基督警,黄瑾瑜以他独有的气质和日益成熟的演技,成功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深入人心的硬汉形象,成为了行真剧领域的一道靓丽风景线,黄瑾瑜的硬核并非仅仅体现在,角色选 更在于他对每个角色的深入理解和精准拿捏,在《雪迷宫》中,他饰演的嫉妒刑警郑北,不仅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过人的胆识,更在复杂的案情中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人性光辉,黄瑾瑜以其自然而不造作的表演,将郑北这一角色塑造的有血有肉,让观众在紧张刺激的破案过程中,也能感受到角色内心的挣扎与成长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黄瑾瑜虽非科班出身,却凭借对表演的热爱和不懈努力,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 他的演技自然流畅,不刻意追求技巧,却能在细微之处见真章,让人物形象更加鲜过立体 这种老天爷赏饭吃的天赋,加上后天的努力与魔力,使得黄瑾瑜在演绎到路上越走越远,成为了备受瞩目的实力派演员 与黄瑾瑜的硬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剧中另一位男演员王子齐,作为北影科班出身的年轻演员 王子齐以其扎实的表演功底和多变的角色塑造能力,在影视圈中逐渐展露头角 在雪迷宫中,他饰演的顾依然,是一个内心充满仇恨却又不失理智与温情的复杂角色 顾依然的家庭背景为他的人生门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 三位至亲因毒品而死的悲剧,让他对毒贩恨之入骨 然而,在仇恨的驱使下,他并未迷失自我,而是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 成为嫉妒警,用自己的方式向毒品宣战 王子齐以他细腻而稳重的演技,将故意燃内心的矛盾与挣扎演绎的淋漓尽致 让观众在为他感到心疼的同时,也看到了他身上的坚韧与不屈 除了演技上的出色表现外,王子齐在剧中的形象也颇为抢眼 他俊朗的外貌,挺拔的身姿,以及独特的穿衣品位,都让他成为了剧中的一道靓丽分颈线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因为外在条件而忽略了对角色内在世界的探索与挖掘 而是用心去感受每一个角色的灵魂深处 用真诚的表演去触动观众的心灵 雪迷宫之所以能够在众多剧集中脱颖而出 除了得益于演员们的精彩演绎外,更离不开其独特的剧情设置和深刻的主题探讨 该剧以1997年为时代背景,通过一系列凑综复杂的案件和人物关系网 展现了嫉妒警察们在打击毒品犯罪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与牺牲 剧中不仅有紧张刺激的破案过程和高潮迭起的剧情反转 更有对人性、正义、亲情、友情等深刻主题的探讨与反思 在冰冷的血缘上,嫉妒警察们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与和谐 在复杂的案情背后,隐藏着人性的光辉与阴暗 道德的坚守与沦丧,这些元素相互交织,相互碰撞 共同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正义画卷 值得一提的是,雪迷宫在制作上也下足了功夫 无论是场景布置、服装造型还是音效配乐等方面都力求完美呈现出 90年代末期的时代特色和社会风貌 同时,该剧还邀请了知名导演和国师级监制加门把关 确保了剧集的整体质量和艺术水准 随着雪迷宫的持续热播,越来越多的观众被这部剧集所吸引和感动 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嫉妒警察们不为人知的艰辛与付出 更让我们感受到了正义的力量和人性的温暖 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里 让我们共同致敬那些默默守护着社会安宁与和谐的英雄们吧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什么是真正的英雄 雪迷宫这部剧追定了,剧情正,超级好看的 一个个的人物身份反转猝不及防 每个人的演技都很好,前期不缺乏轻松幽默 但是又紧张刺激恐怖,就是很好看 一边看剧,日边刻CP,我们爱看文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